心无垠的天空 永远都心也会争痛 风雨找回天地无声 风雨在斗雨划出卡龙 风雨在起最爱人的心中 心为大吉 风雨在起最爱人的心中 眼前是奥家期待百年的良机 你不能放弃啊天亮 谁不想得到一柄绝世好剑 称霸天下 但是谁又愿意为剑牺牲付出 世间虽有绝世好剑 但世人全是庸采 又岂能匹配神兵 从此乱进天下 唯我独尊 我一定要取见 你为报仇 你认为这样值得吗 为报仇所做出的一切 都是值得 你为报仇所在买问 你为报仇所做出的一切 这些风格 你为报仇所做出的一切 我省其机会 有心事 是 客戴 你的刀卷已经造好了 谢谢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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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教会形色聪清明 莫非一发现 天下会势力强大 聂公子 你要小心 为上 你知道我是谁 嗯 熊爸公告天下 要弃瞒你和布金云 此事众人皆知 这告密有少 老板 为何还叫我小心 哎 那良心钱 我不赚 还是老老实实 打铁的好 哎 来着何人 在下聂风 特来贵庄 找布金云的 拜见山庄 今天不会见任何访客 拜团 贵庄 也算颇具名望 但如此待客 实在荒唐 聂风又及时找布金云 得罪了 我闻到一股血腥味 阁下是否深受重伤 不错 你这小子身法如风 眉目散发不凡的神采 又心性如沉 像这样年轻便有如此修为 真不简单呢 阁下内府遭受重伤 只要服下此果 稍作调写 便可安然无恙 血腐蹄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一处不应该是人去的地方 听说 这血腐蹄 正在极深极隐秘的地方 然是火气灵 滴血在地上 所称的旷世异果 有重伤必至 无伤有增弓之效 江湖中人只闻其名 未见其果 嘿 老子今天急心高照 有幸得此其果 来 老子与你素昧平生 你救我师和拥鞋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何需要有用意呢 对不起 这下直接找人 告辞了 小子 你找的人 是不是布景云啊 正是 他是我师兄 我有急需要找他 我猜对了 你果然是聂锋 好 老子从来不想受人恩惠 我就告诉你他的行踪 布景云就在剑池那边 而且身处险境 你火速去救他 多谢阁下执意 王农 你想干什么 这件运火袍 乃是我们练剑锁皮 可以抗高原 穿在布景云的身上 能使他减少好痛 布景云 你好些了吧 我取剑石保守烈火 没想到竟然冲破三角玄冠 因祸得福 中美温农 你们相助外人 想造反吗 少主人 中美认为 不仅因这种舍己未见之情 这份勇气可敬可配 傲下先祖 对我们中温三代有恩 我们想铸造神兵 而竭尽心力 如今神兵已功德圆满 至于剑落谁家 已非我们的职责混账 你们说神兵已成 为何我找不到 到底绝世好剑在哪里 各位 刚才布景云所握的 乃是剑的真元 是威灭神髓所在 但爆破后 已散混在场内无数黑戒中 到底哪一柄才是真正的绝世好剑 请各位自己找吧 中美 是否谁先找到绝世好剑 绝世好剑 就属于谁 没错 谁最先找到绝世好剑 就是剑的主人 哼 本少爷我生于 助剑世家 越剑无数 我一定能够找到绝世好剑 中美 天儿这样找 犹如大海捞针 你这是助剑师 定制此剑有何特征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伯乐却不常有 绝世好剑 正如千里凉具 历经百年锤炼 一直苦厚着他的薄落 奥夫人 少主人能否得见 一切全凭天意 这把剑锋利无比 精英深辉 本少爷我找到了 我找到绝世好剑了 走 如此的剑 怎么能成为绝世好剑 太好了 光芒独目 神兵促破百年 终于遇上伯乐了 剑锋 这是好剑 绝不能落入他人手中 快躲回来 好 奥夫人 不过世长之后 你得嫁给他 你就是要挟 我知道不论如何 都得不到你的信 所以能得到你的人 也是好 如何 奥夫人 好 我答应你 好 奥夫人一诺千金 那老夫你就未僵是半佛 不经营 交出绝世好剑 把剑放下 否则我杀掉他 奥夫人一诺千金 拜剑宣装怎能出此卑鄙手段 放了他 拜剑山庄如果没有这把剑 没办法新生起来 所以此剑我要定了 不经营 不经营 你听着 你握着剑就是寄握生命 躺住弃剑 奥天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绝不能弃剑 是啊 布大哥 你为这把剑已经豁出了一切 这把剑比你的生命还要重要 自然 它也比我重要 你不用管我 布大哥 你千万不能放弃这把剑 你千万不能放弃这把剑 布大哥 贑甄 你现在出手离开 不行 布大哥 我要跟你在一起 主主 你听话 好 我们先走一步 好 走 走了 不要 布大哥 想走 娘 奥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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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奥夫人 你不能死 奥夫人 我无论如何要救我你 奥夫人 奥夫人 这是送给你的 这份礼物 我已经准备多年 是答谢你对奥家的劳苦公告 请你收下 奥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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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难道你不知道 男女有别吗 奥夫姑娘 实在抱歉 情势危急 我一心想帮你带来安全的地方 所以也顾不得冒不冒犯 施不施理 不行 我还要去找布大哥 奥夫姑娘 你在 反而会给他增添后果之忧 无法专心抗敌 他想已经把你托付给我 我就得忠人之言 帮你顺利脱身 我不要 我哪都不去 我要去找布大哥 布大哥现在很危险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儿 建成 你太过分了 你快点把我的血道解开 你快解开 丑丑姑娘 冒犯了 丑丑姑娘 你不疼吗 丑丑 丑丑 疼当然是疼 可是咬我 如果能让你消气的话 你尽管咬 没关系 不能让你得到决心好劲 主人跟剑一人为一起 亲见相连 剑竟可敢一起回来来救他 林师兄 别来无恙 冯师弟 是你 这缝隙村一扁 你数月了 你的眼睛 啊 没事了 我的贵人相救已经全好了 没想到 每当我有危难的时候 总会遇上你 或许 我们俩有缘吧 有缘 每一个和我有缘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全都死了 很惨 很惨 人死了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生存毫无价值 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嗯 雲师兄 你伤势严重 先扶下这两颗血铺提吧 此果对你有益 先吃下再说 封师弟 过去我所面对种种的痛苦跟难关 你都舍命相救 但如果你继续跟着我 我只怕会连累你 我不怕连累 雲师兄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亲人 我愿意跟你一块承担 面对这些难关和痛苦 我不走 布大哥还没有回来 我绝不能离开 楚楚姑娘 布金云对你真的有这么重要 能够让你连性命都不够 展如失去布大哥 我活着 就等于行尸走肉 我一定要等到他 我不能走 楚楚姑娘 我真希望 我是布金云 剑尘大哥 你是说 我是说 我真希望 你能够有个女孩子 她可不惜一切地对我 缘分到的时候呢 那个女孩子 自然会出现的 布金云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她对人从不开启心扉 我在想 她会懂你的情吗 她会回报你吗 我只是按我所爱 就算是 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我也无怨无悔 不过回头来想想 能够为你而弃剑 可想而知她是多么的在乎你 霍大哥这个人 是一个守信的人 他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在履行他对我爹 对我的承诺罢了 楚楚 能够放弃生命争取来的绝世好剑 学会为了守信这么简单 我在想 似乎他不像你想的这么无情 真的 真的像你说的这样吗 你可以亲口去问他 你去问了他就会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你一定要保住性命 才会有机会问他 所以你赶快跟我离开 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布金云 你少骗我了 你无非是想拿布大哥当借口 其实是想说服我让我走 建成大哥 我非常感谢你 不过我心意已定 我绝不走 现在不怕你想走 也走不了 你走不了 你看 不要放过他们 给我上 副大哥 副大哥 剑城 你护着出入仙草 这里有我和聂丰应付 云师兄 看情形 我们要速战速决 你们先让开 我要使出血影 听着 你们全部让开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暴屁 你们现在插势南非了 乖乖受死吧 好 但我只有大开杀戒了 我再说一遍 快点让出一条生路 慢着 这些人只不过是喽喽 并非罪魁祸首 罪不至死 还请你收回你的刀吧 以前我像你一样的仁慈 但很多事情都要用江湖道来解决 你们统统站着干什么 给我上 江湖道 只能用血来解决问题 别无选择 好一个江湖道 实在太残忍了 电风怎么还没死 波大哥 你没事吧 波大哥 你怎么样了 你要坚持住 不惊云 我看得出来 你经过连番激战 现在已经疲累至极 只要你招出手上的绝世好剑 我们可以饶你们不死 让我来 狂妄自当家伙 今天 就算熊霸不派人来 我们也会找他去算账 你们两个叛徒 小金熊帮主 得先过我们这一关 上 小金熊帮主 帕头 师兄 放开我们老大 后的秦双就没命了 我有两个 你只有一个 你想怎么样 好 我放人 你放我们副帮主 双师兄 你的手臂 换你们的平安武士 一条手臂 不算什么 分什么事了 是被熊霸证断 熊霸叫我囚禁 以便利用我 要挟你们 现在我没事 为了我们 您受苦了 我一心只想帮助你们 如今 我拥有的 只有兄弟 你们是我 能坚持不死 永远的支柱 波大哥 波大哥 你怎么样了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是什么人 把他们给救回来的 是我把他们救回来的 短浪 你忘了你是天下会的叛徒 今天居然 救回我天下会的人 居心何在呀 熊帮主多虑了 江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念峰和布金云这两位昔日的爱将 如今已经是天下会竭力追杀的叛徒 而我这位以前的叛徒也有可能成为天下会的大将 不是吗 短浪 敢情你是笑我天下会蜀中无大将了是吗 熊帮主严重了 良秦择目而期 贤臣择主而逝 我断量均信熊帮主是适得千里马的夺乐 好小子 想激我 跟老夫来这一套 事别三日 广目相看 你却留下来与老夫 一起收拾风云 你现在战时屈居神风堂堂主 不久 副帮主的位置非你莫属 果然是只老狐狸 谢帮主赏事 属下半脑遵命 莫少爷 干你了 小玉 我跟你说过 不准吃我的马 你怎么又忘记啊 可是大小姐 我再不吃你的马 我就被你濒临城下了 再说 你的这样保住就好了吗 我跟你说过 叫我封少爷 你怎么老犯错啊 马还给我 这一着气从下 其实我回大丈夫 封少爷是假丈夫 之前我就告诉你 马代表封少爷 你有本事吃我的酱 但无论如何 我就要保住我的马 懂吗 天啊 这是哪门子的玩法啊 大小姐竟然还在玩 假扮电风的游戏 断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难道你还不死心 还要行死我爹 大小姐千万别误会 上次承蒙大小姐出手相助 在下方能死里逃生 所以今天断浪 纵使有九条命 也不敢造次 那就好 不过这就更奇怪了 你怎么敢一个人 在这花园胡走乱逛 难道你不怕被别人发现吗 大小姐有所不知 我已经重新接受你爹的言览 重新报效天下会 所以以后就有很多机会 跟大小姐见面了 你可以回天下会 那聂峰呢 峰也可以回来吗 聂峰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联系了 我也在找他 让天池杀手去对付风云 无疑是送死 帮主是不是因为 尼菩萨所批之言 才这么做 断浪 你怎么会知道 尼菩萨的批言呢 其实在这一年里 天下会三大堂主全部被派 亲信变成死敌 天下会早已人心惶惶 而外面也谣言马天飞 我是在天下会里长大的 深知帮主的铁桶江山 全都是靠您的 拳掌腿三绝学打出来的 峰云根本就没有 为天下会做过什么 若不是帮主您一手扶持 恐怕很难坐上堂主之位 而且两人的绝学均学于您 帮主 您又何去害怕 但是您却由于命令 而变得畏首畏尾 做事毫不不断 试问如何扶重呢 断浪 你好大胆 身为天下会神风堂堂主 你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帮主息怒 在下一向仰慕帮主的威仪 所以此次借由救回娃娃的机缘 再次向帮主请求报效天下会 但也抖打了提醒帮主 不要因为命令 而变得犹豫不决 一直措施先机 断浪 天下会有老夫一手创立 谁敢反他 动他 只有死 况且 老夫三分归元气的极点 早已大成 风云胆敢反我天下会 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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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代价 老夫有何惧怕 刚才的话 是在下效忠天下会的被鬼之言 若得罪支持我 还望帮主见谅 参见帮主 你们来得正好 我正要向你们宣布 我已经 封断浪为神风堂的堂主 是我们天下会的一员了 帮主一名 恭喜断堂主 欢迎断堂主重回天下会 好说好说 往后还希望 副帮主和纸堂主多多包涵 副帮主的伤势 看来已经全运了 全好了 我们在此感谢断堂主 正命之恩 应该的 碰巧遇上 断某哪有见死不救之理 也算是有缘吧 帮主 有关这次与风云一役 属下 打败就打败了 不要有借口 今后 对付风云的事 就由断浪负责 你们两个就留在会里 帮我负责训练新加入的会员 罪命 你们当真要去帮他训练新会员 这老家伙 过河拆桥 竟是欺人太盛 来了 还带火灵剑的断浪 就把咱们兄弟 听一边 根本不把咱们当人看了 你少啰嗦 这口气 你们忍得下 我可受不了 公主 咱们现在就离开这个鸟会 另外 广纳武林高手 来重振我们天池杀手的势力 住口 你懂什么 你以为这个大浪能得益多久 到时候谁撑谁 还不知道 你猴急什么 段堂主 都整理好了 请问还有什么吩咐 没事了 你先下去吧 有事我会吩咐你 是 段堂主 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何考 多谢傅帮主的关系 傅帮主找我有何吩咐 不敢 帮主曾经交代下来 段堂主直接听令于帮主 不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傅帮主的 我们特地带来一壶私人收藏的老酒 给段堂主润润口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举手之劳 傅帮主不需挂怀 段堂主的举手之劳 竟能轻而易举地 赢得天下会堂主的位置 也算是走了狗屎运 时事造英雄 我认为雄帮主是世事物的俊杰 如今他不跟我断浪合作 难道要跟败战的杀手继续逞能下去 以正于毁他一世的霸业吗 段堂主 做人最怕做错事 宁可孤身一人自立于天下 也总好过守坚人摆布 这句话用心良苦 我听不进去 希望以后在天下会的日子 傅帮主对我要实时告诫 这么说 段堂主 你是不打算回头了 我已在案 我听说过 有长颈鹿偏爱吃嫩之上的初夜 但嫩叶要是长得太高了 真正还是吃不着的 有人多事把长颈鹿的头切下来 绑在树干上 以为他就可以一辈子有绿芽可吃 结果长颈鹿死了 树也长不出嫩叶了 那只长颈鹿委实太笨了 如果它能够找到一只大象做垫背 那就什么嫩牙都能到口 只可惜 大象也不是任由人能见它的 它发起怒来 只怕长颈鹿不下来 也会被大象用长鼻子 把踩动它的东西摔走 果然是易怒的动物 没有智慧 如果那只大象能忍一时之气 与长颈鹿合作 那么掌握森林就指日可待 初儿姑娘 水来啊 建成大哥 谢谢你 怎么样 奇怪 仪式地体格异常常壮 为何人无法苏醒 依我看 它是因取权而着伤 加上连续激战 伤势下重 体力透支 它才会这样 我已经让它伏下血不提 还不苏醒 它来问题也没那么简单 我爹曾说过 就算它能冲破三角玄关 可是 欺凌病上的血 要是流片它全身的话 它无法适应 就会焚身而死 初儿姑娘 你不用担心 我相信仪式地不会有事的 我们都观望几天 初儿姑娘 太来你实在太累了 不如 又再下来待你吧 不用了 还是我来吧 你看它 就算昏迷不醒的时候 它的这双手 也是紧紧握着绝世好剑 再把剑 已经同它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一心要报仇的话 只有握着剑时 才算是真正地活着 可是 它却为了挣我而弃剑 其剑如其命 我一定要把剑大哥救回来 原来 奉行村内场战役之后 一位叫做梦的姑娘 救了围在干戏的你 还约好了你被熊爸弄瞎的眼睛 它真是你的福星 回想起来 我跟梦的相遇 好像是一场梦一样 跟它相处的每个细节 都很清晰 却又时常扮着迷雾 叫人分不清 是真还是坏 这是由于梦飘然离去 你从未见过她 又没有一个确实的形影 可以感激 可以思念 才会产生如真似坏的感觉 有时我在怀疑 梦就是个仙女 如果发现 她跟凡人交往 或是被凡人发现她的样子 就会触犯天条 所以她治好凡人之后 就飘然离去 一点消息都不留下 梦是不是仙女我不知道 但我肯定 她是个善良的姑娘 假如人间能多些善良 少一些暴力之气 世间将变得更美好 嗯 放下对立与仇恨 化冲突为包容 确实会让这个世界更想和 但要做到这些 很难了 不会 你跟云就做到了 看见你们两个 并是前嫌合力对付天下会的爪阳 我实在感到很欣慰 嗯 庄师兄 其实 云师兄 一直都对你很内疚 我明白 否则 他不会为我放弃杀娃娃杀手 那 你可以原谅他吗 嗯 云师弟对孔慈的爱 我远远比不上 我对他的怨恨 早就随着孔慈的死 消失无踪了 那好 等云师兄醒了以后 我们三个就一起开诚布公 深含一番 把所有的心结都化为零 好 我们要把界地 抛到九霄云外 让熊霸分化我们的计谋 彻底无解 大姐 你这是 对了 快来 快趁热把这猪肺汤给喝了 大小姐 你这我怎么敢当啊 我煮的猪肺汤 号称天下会第一好汤 雅子婆婆妈妈什么呀 来 快点 趁热把它喝了 以前聂峰 也是天天喝我煮的猪肺汤 既然如此 我恭敬不如从命 我喝 果然是天下第一好汤 好喝极了 喜欢就好 你是叫段浪是吗 我是段浪 好 那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一是立刻就去死 二是留下来当打杂的 你说你要当死人呢 还是要当打杂的呀 段浪 段浪 大小姐 你找我什么事 我只是看你一个人 住在这里傻愣愣的 怕你触景伤情 想起太多不愉快的回忆 所以过来看看你啊 大小姐 我从小就成为孤儿 幸好帮主把我领回天下会 我才有一个栖身之所 我一直心存感激 哪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 你之前因故离开天下会的事 我也略有所闻 那时候有什么不愉快 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是熊爸的女儿 而不敢承认哦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这一次重新回来报下天下会 不就是证明 我没有把以前的小事放在心上吗 那就好 爹每天为了帮我 忙得焦头烂额 现在你肯回来帮忙 那真是太好了 要是有一天 风也肯回来 大小姐 你不要叫我大小姐了吧 你是风的好朋友 我也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 那以后 你就跟风一样 叫我优弱啊 嗯 不知不觉 重来的天 已变亮 越来新的时间 越来越长 没有你和异象 只有浪风陪我流浪 我怕我的思念 游不过这片海洋